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主张今年应该至少要调长到两万六 基本工资应该能够照顾到劳工以及他的家属的基本生活 从我们的统计数字 从我们的计算公式 我们已经具体的提出 今年至少要提出提到26K 时薪161元 但到目前为止 劳动部并没有对外来说明 也没有跟劳务团体来沟通 这样的一个到底劳动部今年要怎样来 来把基本工资调长 我要提醒劳动部 你现在叫劳动部 也许经济部昨天说了一些 非常非常 得以所思 是是合非的道理 说今年基本工资不是 好的调整的时机 对于经济部来讲 对财团俱赋来讲 永远都不是好时机 那请问劳动部 要给劳工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一起来要求下午 召开的基本工资协议委员会 应该给台湾的劳工一个合理 跟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这个政府到底要给我们工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在华杰协助他罢工的时候 他的薪水只有一万七千五 他是靠着加班 结果企业主怎么讲 我就是要给你薪水非常非常低 你才能要会努力的加班 你为了生活才要拼命的加班 工人平行加班加到八十个钟头 九十个钟头 甚至一个月加到一百五十个钟头 薪水才能领到三万个万 在基本工资调整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过去台湾事实上有一个 一支往下降 其实基本工资跟家庭的照顾生活也一直非常有关系 每个人家庭都有需要被照顾的人 那我们的家室外劳其实一直都是跟基本工资脱钩的 那也因为这样可以用 大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钱 去请到外籍的看护的朋友 那也让台湾的政府其实没有意愿 也没有足够的动力投入更多的资源 去健全我们的照顾系统跟社会福利系统 之前在学校教书遇到很多毕业的同学 他们出租社会 他们永远找不到一个超过三万元的工作 这一切都是因为 基本我们的基本工资过低 拉住了出租社会的青年人的薪资 所以青年贫穷青年低薪跟我们的基本工资过低 是有绝对关系的 所以我们会严重的要求 今天下午的基本工资省议委员会 要把我们的基本工资调高 至少到两万六千元 在这一两年之内 我们能够调到三万元 如果基本工资省议委员会做不到这一点 那我想下一步应该是很清楚 大家就是要经过相见